大家好,我是逼哥 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部经典武侠电影《剑雨》 八百年前,天主人罗魔驻海到中原弘法 罗魔自愿净身,近两武帝宫说法三年 在那时候,罗魔在九华山面壁十九年练成了爵士武功 罗魔死后,他的门人将他葬在雄尔山 然而数年后,罗魔的遗体被人从棺材中盗走 并且分成了上下两部分 此时江湖上传言,只要谁能获得罗魔的遗体 就能获得爵士武功 一时间,为了争夺罗魔的遗体 江湖上一片腥风血雨 这个时候,江湖上又出传言称 罗魔的半具遗体被当朝守府张海端所得 于是一天深夜,黑石杀手组织的首领 转伦王,带着杀手细雨,雷斌,载戏师 来到了张海端府上,杀死了张海端和他的儿子张仁凤 罗魔的遗体也成功到手 然而没想到的是,此时女杀手细雨突然叛变 带着罗魔的遗体逃走 从此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不知所踪 数年后,一个名叫曾静的女子 来到京城租殿了一座房子 夜深人静后,曾静躺在床上 忽然回想起以前的事情 原来曾静的真实身份就是细雨 在脱离黑石组织后 细雨便找到绝世名医李贵手为自己整容 可是,这李贵手替人易容治病 除了要黄金之外还有一个条件 就是要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听此,细雨只能将自己的故事威威道来 原来,在细雨抢夺下罗魔尸体的那一晚 她刚准备过桥出城 没想到竟然遇到了还没死的张人凤 杀父仇人面前,张人凤拔剑就杀 奈何细雨武功高强 张人凤又有重伤在身 因此,朝朝受细雨控制 随后细雨便趁着张人凤的漏洞出席 刺穿了张人凤的胸口 并将张人凤甩下了桥底 就在那时细雨的旁边 传来了一声浑厚低沉的男声 细雨差异地回头一看 只见是一个戴发修行的和尚 这便是细雨与和尚陆竹的第一次相遇 就是因为不经意的一次回眸 两个人就纠缠了三个月 在这三个月中 陆竹与细雨时常大战个三天三夜 这是属于两个人的美好时光 那天,陆竹告诉细雨 他有四招剑法没有学会 日后如果遇到高手 他将必死无疑 随后 陆竹又告诉细雨 日后他将剃发出家 细雨接受不了这样的结果 当即又和陆竹打斗起来 然而陆竹仅仅用了四招 便破了细雨的避水剑 细雨是长盛将军 从来没有战败过 这一次的失败 使他感受到挫败 于是恼羞成怒地向陆竹砍去 此时陆竹凌空一跳 也朝着细雨飞来 细雨伸手敏捷 反射性地举起手中的剑 朝陆竹刺去 哪想到陆竹从一开始 就没有把目标 瞄准在细雨的身上 也因为这一变故 陆竹就那样死在了细雨的剑下 就这样 经离鬼一一之手 整容过的细雨 化名曾静来到了寺庙 拜见了陆竹的师父 师父给曾静讲起陆竹的往事 之后 曾静询问师父 为何陆竹说 愿化身时巧五百年 受风吹雨打 师父听后 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讲起了另一段故事 相传 佛陀弟子阿南出家前 在道上遇到一女子 从此对他爱慕至极 佛祖问他 你有多喜欢的女子 阿南称 我愿化身时巧 受五百年风吹 五百年日晒 五百年风吹雨打 但求此少女 从桥上走过 画面一转 在市集长 有一个名叫阿生的男人 正在给包租婆交房租 最后 在喝茶的瞬间 阿生突然瞧见了 正在卖不匹的曾静 仅此一眼 阿生便被美丽的曾静所吸引 此时只听轰隆一声 天气有情转音 曾静赶紧收拾布匹 匆忙间 弄掉了一匹布料 阿生连忙上前捡起 至此 两个人也有了第一次的接触 画面再次一转 在一座公堂纸上 直见钦差大人 正拍着醒目 对台下跪着的女子进行审讯 女子身穿一身红色嫁衣 身边还有几具尸体 原来这女子名叫叶电青 在新婚之夜 杀死了自己的丈夫 及她的父母 因此最不可设 被判处明日斩绝 之后 叶电青被关入天牢 御差给叶电青送了些饭菜 算是她的最后一顿 没想到 叶电青吃完后倒地不起 大夫赶到时 叶电青已经气息全无 于是 大人只能判定 叶电青服毒自尽 晚上 一行人来到叶电青的坟墓 打开棺材后 叶电青竟然醒了过来 此时 一行人中的采吸师 拿出一个药瓶 告诉转轮王称 这名叫归西丹 一旦服用 便可让人在十二个时辰内 内息全无宛如死人 转轮王停后 满意地点了点头 并将叶电青 带走培养成了自己的心腹 新的一天开始 曾静再次出来卖布匹 或许是 上天有意成全曾静与阿生 在那之后的几日 都接连地下雨 而阿生每次都假装 不经意地路过 帮助曾静收拾摊位 这天 阿生帮忙曾静收拾好摊位后 两个人在一处屋檐下躲雨 突然一阵风刮过 一个鸟巢被刮了在地 里面的鸟蛋数年都碎了 阿生看见艾西的捡起 碎在地上的鸟蛋 这一幕 被曾静看了 心里似乎很有触动 自那以后 曾静就时常观察阿生 直到下一次下雨 曾静便询问阿生 是否愿意娶她为妻 就这样 两个人结为了夫妻 并且平平淡淡地度过了半年 这天 两个人来到了钱庄领钱 突然 一群披着黑衣的人进入钱庄 阿生领完钱后 也看到了这群来者不善的人 这下意识地用手将曾静获在身后 果不其然 每一会儿 这群人就压着钱庄的小二 逼迫她打开所有的锁 原来 他们也是在找罗摩的遗体 这个时候 这群人的同伙从外面跑了进来 做了一个杀的动作 屋里的人立个会议 打算杀掉在场的所有人 就在一个人正打算杀死阿生的时候 曾静突然起身 锁走了杀手的剑 又一脚将他踹飞 随即曾静将阿生安顿好 便开始解决这群杀手 或许是想起 曾经露竹对自己的劝解 曾静在杀这群人的头目的时候 并没有将他杀死 而是割了他的眼睛 晚上阿生与曾静回到家中 曾静刚想对阿生解释什么 却被阿生给打断了 与此同时 白天被曾静割下双眼的杀手 被人带到转轮王的眼前 经过杀手的确认 转轮王可以确定 割他眼睛的人就是细语 于是 第二天曾静在集市上 就看到了雷宾 晚上回到家 曾静先是点了根弥箱 让阿生睡去 随后 便等着转轮王一行人的到来 夜半 黑石杀手如约而至 空气中弥漫着阴森森的气氛 变变清此时 已经成长成一位 可以独挡一面的杀手 见到曾静 发出剑 就准备偷袭曾静 可是随即就被曾静给化解掉了 此时 转轮王来到曾静的面前 以阿生为要挟 要曾静交出遗体 并回到黑石 曾静经历了这么多年 早已经想退出江湖 过平难的日子 于是 曾静提出想用遗体 穿自己与阿生的自由身 转轮王思考片刻 表示同意了曾静的请求 但是 他要求曾静 必须帮助他得到 另一半的遗体 三天后 曾静与采西施来到一家酒楼 躲在房梁上 观看着空同派子星双剑 与富豪张大经的交易 原来张大经是个残忌 并且已经获得了 一半的罗魔遗体 后听闻 另一半遗体 在紫荆双剑手中 于是 想要花重金买下 抑制好自己的双腿 在房梁上 目目观看着曾静知道 另一半遗体 在自己手中 所以 紫荆双剑的遗体是假的 果不其然 张大经获得遗体后 也很快就发现了问题 此时 紫荆双剑也拔出剑 杀死了张大经等人 房梁上的采西施 看准时机 夺走了张大经手上 另外半具遗体 然而这时 采西施却突然感叹 自己为转轮王卖命 可是自己却从来 没有得到什么东西 很明显 采西施想要独吞 这半具遗体 然而 转轮王和雷斌等人 突然从阴暗处走出 采西施知道 知道如今 自己已经没有了退路 干脆破罐子破摔 想要说服曾静与雷斌 与自己共同打败转轮王 可是曾静不想过 打打叉叉的日子 扔下自己拥有的半具遗体 想要离开 不然 叶电轻传了出来 与曾静打作一团 趁着大家把注意力 都集中在曾静两人身上的时候 采西施想要夺走 曾静扔下的半具遗体 没想到 转轮王一直注意着 他的动静 随即 两人也开始大战起来 不过 最终还是 以采西施被杀 结束了战斗 另一边 ABA加入到了 一点青的行列 和他一起对战曾静 只不过 曾静武功高强 对战两人 仍然游刃有余 杀死采西施的 转轮王正式称 曾静的剑靠上 有很大的漏洞 果不其然 转轮王加入战斗后 曾静很快就败下阵来 甚至 连碧水剑都被弹飞 眼剑不敌 曾静只能连忙逃回了家 并让阿生连夜逃走 趁自己的所有秘密 都在云河寺的分种中 说完 曾静便晕倒了 但此时 阿生看起来似乎并不慌张 但安顿好曾静 随即 从地砖下拿出了剑 准备迎敌 很快雷宾等人就追了过来 雷宾来者不善 直接飞出几根飞针 没想到 直接被阿生用剑给挡了回去 随后 阿生又从盒子中 抬出一把剑 雷宾看到这两把剑后 脸色瞬间变了变 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 阿生没有给雷宾喘息的机会 趁雷宾而去 趁机砍中了雷宾的腰部 紧接着 阿生转战和燕点青打斗起来 地旁的雷宾剑窗 抄起一张桌子过去 利用桌子挡住阿生的视线 挥手飞出一根银针 可是 阿生早已经看穿了雷宾的把戏 外头躲过飞针后 直接杀死了雷宾 而叶电青看出来 两人不是阿生的对手 连连逃走了 画面一转 转轮王正在给叶电青疗伤 突然 叶电青没眼如丝地转身 亲上了转轮王 两个人忍不住缠绵 结果 叶电青突然发现 转轮王竟然是个太监 转轮王解释称 只要自己拿到了整具遗体 便可以当真正的男人 气急的叶电青没想到 众人尽力抢夺遗体 竟然是为了帮助转轮王 当一个男人 最终开始忍不住地发出嘲讽 结果 对转轮王杀死 与此同时 阿生 忽然向曾静坦白 他其实不叫阿生 而是张仁凤 那天 曾静将他跑到桥底 没想到 他大能不死被愚民所救 之后 他找到李鬼手 替自己改头换面 并从李鬼手那里 得知了曾静的事情 于是来到京城 就是为了报当年的杀父之仇 说完 阿生越起 举剑刺向曾静 曾静看到这一幕 眼前的阿生 不仅和那日的露珠重合 上一次 曾静挡了回去 这一次 曾静不想再失去 所以闭上了眼睛 而阿生就要快刺伤曾静的时候 忽然将剑收了回来 伸手抚摸了曾静的脸庞 然而此时 阿生突然发出了一声喊叫 随即一脸难以置信地 倒在了地上 解决掉阿生之后 曾静点燃了信号灯 当转轮王赶来的时候 发现阿生已经没有了 丝毫生存的迹象 称罗魔武功振朔古今 是因为他的佛学修为 可是转轮王心中充满了暴力之气 就算拿到罗魔的遗体 也注定此生都将是太监 转轮王听完曾静的华侯大怒 举起剑向曾静刺去 奈何曾静虽然剑法高超 但是与转轮王还是相差甚远 几招之后便无招架之力 只能转为抵御 此刻 曾静突然想起露珠最后一次 在自己面前掩饰的剑法 于是抱着必死的心 和转轮王再次打斗起来 藏拙于巧 曾静开始逐渐占据了上风 欲轻于拙 曾静割中了转轮王 转轮王开始力不从心 几招下来 曾静发现 果然自己已经能够 招招架住转轮王 可是 转轮王仍保留着余力 最后 曾静被转轮王踢倒在地 而转轮王的身上 也被曾静砍了不少刀 最后 因为流血过多而死 第二天一早 阿生突然醒来 原来曾静早早地 给他使用了龟西单 阿生挣扎起来后 看到了已经没有动静的曾静 过去探了一下后 发现还有一丝气息 于是 阿生开心地抱起曾静 笑着说 我们回家吧 从此以后 两人又继续过上了 平凡的夫妻生活 愿为见下鬼 渡化桥上人 最可能就是这部电影 看下来之后 最直观的感受 这部电影 带着这种悲天敏言的情怀 写了一个关于宽恕的故事 离开难 放下更难 宽恕则是最难 可以说 这部电影在情节上 将这一主题 描绘得淋漓尽致 虽然从任何一条线上 展开这部电影 都是一个精彩的故事 但主要的一条线 还是一个宽容的故事 路逐对细语的宽恕 细语对自己的宽恕 阿生对细语的宽恕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B哥 如果想表达对我们的支持 就给我们关注 点赞和转发吧 下期节目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 一定 kunne itu 福 Bel�� inequ 悉悉悉悉悉大